一封求婚的情书 开启新智障爱生阿贵的澎湖即备返乡之旅 阿贵是一位住在屏东伯大尼之家的院生 在离开故乡澎湖即备十年后 这个夏天伯大尼的老师要带他回到家乡探亲 阿贵写了一封情书 因为在他的异想世界里 他要回澎湖向小学喜欢的女生提亲 这是一趟想象与真实混淆的奇幻旅程 我是陈桂 即备的小孩 这是二十五岁的阿贵 自我介绍的方式 成熟卷 我今天早上会回去即备 看你 顺便看你爸妈 因为我对你是真心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阿贵是一位住在屏东的伯大尼之家的院生 每年一次 伯大尼的老师会带他回澎湖探亲 这次阿贵写了一封信 在想象的世界里 他要回澎湖向小学喜欢的女生提亲 阿贵有一个想象的世界 在屏东的伯大尼之家 阿贵和老师聊天 他说自己要回澎湖即被提亲 婚礼在澎湖的活动中心举办 请客一百桌 他要潜水抓一千只龙虾艳客 屏东伯大尼之家跟阿贵最亲的老师面对他这么一说 笑着跟他说 赞哦 屏东伯大尼之家 透过照顾动物疗愈院生身心 屏东伯大尼之家收容了一百六十多位不同智能障碍的院生 阿贵十年前双亲过世 与哥哥沉船来到伯大尼 在伯大尼之家 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农场 没有农药 有机施肥 老师带着学生务农 是他们的疗愈课程 相比于讲求外面讲求工作效率的现实社会 这里的农场 是一个没有采收效率的农场 老师说 他想让院生们体验 照顾其他生命的爱与责任感 阿贵在农场的畜牧班 问他在伯大尼学会什么 他说跟牧草 青羊大便 他每天早上跟着伯大尼的阿伯哥草喂羊 但他也想要独立出去外面生活 老师说 要先把伯大尼的工作学好 在学南的 阿贵的老师徐李韵山说 院生们往往孤单来到伯大尼 他们在畜牧班里面做动物疗愈 因为他们需要亲情 他们照顾羊 羊的生命长大 生小羊 透过生命的陪伴 疏解怨声的情绪 分不清想象与现实 兄弟俩是极背相亲特别关爱的孩子 阿贵的哥哥沉船今年四十岁 他经常说 他在极背有一艘船 伯大尼的老师说 沉船在极背的生活自由 但来到有规定的伯大尼 一开始总是适应不来 老师们花许多时间陪伴 只要没有人跟沉船说话 他马上回到自己一人独处的状态 沉船的眼睛总是凝视远方 他心中也有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 阿贵的老师说 同样在伯大尼 他们照顾的很多孩子 许多人到了中年 就没有人来探望了 但老师发现 阿贵和沉船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澎湖相亲即使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相亲还是很频繁的穿越陆海空 轴车劳顿的来看他们 一位来伯大尼探望他们的极背邻居 庄先生说 极背的相亲对这两个小朋友比较关心 阿贵的老师也提到 伯大尼有很多给孕生的衣服 但是阿贵就喜欢穿他们湘民带来的服饰和帽子 即使在博大尼的生活多彩 美联院方也都会尽可能安排一趟返乡探亲 缓解两兄弟的思乡之情 但他们还是想要回去几背生活 沉船想经营他的船公司 阿贵写了一封情书 想回几背结婚 渴望回几背独立生活 努力想学会社会的规矩 如果一个人跟你真心说 你无法相信的事 你会选择相信吗 阿贵和沉船跟着徐里运山老师一起回到几背 阿贵叫着旁边的叔叔亲孰公 但其实是他自己叫的 没有血缘关系 他也喊着村长干爸 仿佛几背的所有人 都是他们的亲戚 原本以为是一趟休息之旅 回去看看邻居 两兄弟到了几背后 每天都找了好多工作 仿佛原本就在这里生活 他们自己出现在租车行 毫无违和地引导游客牵车 他们去了以前打工的冰店 为客人端饮料 他们也出现在乡亲开的海吊船 上船后马上变成工作人员 乘船对着乘客说 往楼上移 但其实那艘船没有二楼 都不用先打招呼 也不用预袭 好像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工作 有时候会给人一种错觉 好像他们可以在这边独立生活 老师带他们去找当初安置两兄弟的社工老师 阿贵和沉船一见到老师 问着能不能让我回到几背 自己独立生活 老师问到时住哪里 爸妈的房子 怎么维修 叫人家维修 钱呢 钱 叫人家来维修就好 阿贵和沉船的想象世界里 一切都没有问题 可是在老师的担忧里 社会有他的规矩 老师说独立生活要有计划书 阿贵和沉船看着别人用手机打字 他们都PoMofo的东 东 打字 想象自己再打一份计划书 他们在手机里写了一大段没有标点符号和语言逻辑的文字 但在想象的世界里 他们很努力地打了一份独立生活的计划书 徐丽韵山老师看着沉船和阿贵 他说独立生活真的是一个课题 你爱他 需不需要把社会的规范交给他 独立生活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在阿贵去见他口中的女朋友之前 老师纠正他 见到对方 不可以叫女生爸爸丈人吧 要叫陈爸爸 阿贵失去了自己原本的说话方式 那天下午阿贵变得沉默 真实与想象的混淆 让生活充满了诗意与浪漫 可是如果懂得规矩了 还有那个想象力写情书给梦中情人吗 送出求婚的情书 但想象中的女友现实终以令嫁他人 在某一天 阿贵带着提亲的小纸条 终于去找了口中的女朋友 阿贵见到陈淑娟的时候 拿了折的皱皱的纸条给他 陈淑娟一旁的同事对阿贵说 你同学要嫁了 你要追他 陈淑娟对着瞬间梦碎的阿贵说 我再寄席帖给你 这不是开玩笑的 陈淑娟真的要结婚了 陈淑娟和阿贵是从幼稚园开始的同学关系 陈淑娟说他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 阿贵有时会上厕所在裤子上 他就会跟另一个女同学陪阿贵回家 阿贵害羞微微一笑看着陈淑娟 他叹了一口气 陈淑娟肚子里怀了一个弟弟 阿贵一如往常 没有经过别人同意 说孩子出生后 就要当他干爸爸 他说等孩子出生后 他要戒烟 可是其实阿贵没有抽烟的习惯 纪录片阿贵的一响世界 看见心智障碍者的单纯美好 走了几倍一回 提亲失败了 阿贵要再等一年 才能再回到故乡 拥有身心障碍手册 对他和沉船来说 虽然是通往独立生活的障碍 但是当纪录片导演询问阿贵 他觉得自己和一般人差别在哪 阿贵却回答 我跟一般人差别不多 没有差别 那我也可以领身心障碍手册吗 纪录片导演追问 要有不好的孩子才可以领手册 阿贵答 那你是不好的孩子吗 导演在问 我是我爸爸最疼的一个好孩子 阿贵认真的说着 想象与真实混淆的世界 却拥有最纯真的笑容与美好 导演说 我要用这个可爱的故事来送给阿贵 作者 江婉琪 责任编辑 陈珊珊 陈奕文 合稿编辑 吕阳 声音编辑 黄惠美 感谢雅婷知会技术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